旺角警署外見到社民聯副主席吳文遠 早前見到他和四眼哥哥有些吵架 情況呢,四眼哥哥就指控吳文遠 說他只顧著在酒吧喝酒 那你怎樣回應這件事呢? 首先,首先我不能喝酒,亦都不喝酒 我喝橙汁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今晚大家都知道 在旺角尼敦道溝团,美國隊長被拘捕 那都是很突快的,沒有人互動了 事發的時候,都是這麼巧合 我們就在旺角警署後面的酒吧 原來四眼哥哥都在旺角警署裡同一間酒吧 那事發的時候,他就出去了 就跟我說,旺角那裡有事發生,我拘捕人 那他就走了 當然,作為我的角色 首先,要知道發生甚麼事 上網,看看我們有甚麼人在那邊 做甚麼事 當然,我們知道事後時 就不知道那邊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都安排到有些人在那邊 而且最重要是,那時候已經拘捕了人 亦都有少許衝突 我們要去聯絡一些 義務律師團隊 安排這些事 安排完之後,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個人再過去 尤其是我們這些身份的話 是不會對整件事 會解決得更快一點 這分鐘會可以做得更快一點 總之,我們當時的優勢很簡單 就是,如果是被補那些要幫忙 當然,如果有傷那些要幫忙 是這麼簡單的 我不覺得,因為這樣的突發事件 我不覺得那一刻會是 要再做一個重新的爆發點 重新佔領 又很明顯,大家這個不是時機 亦都不是那個危機 為甚麼會不是時機呢 剛才其實有差不多百人出現 那裡是百人 是星期日深夜十二點 又沒有宣傳 即是本身大眾 當然,我們是面對黑警的暴力 又將這件事件 由百多人 因為那裡被警察拘捕 你要擴張到變成一個 又要再傳聞運動 那當然是差很遠 那時候,其實那個環境下 你沒有可能 在這一刻突然做一個抗爭運動 那一刻最重要是保障自己 自己那百多人不要再受傷 或者再被警察屈 在襲警也好 阻差辦公也好 即是盡量減低我們自己的生活 那四眼哥哥說 你罵他傻傻 所以他那麼生氣 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 那那個又不是的 那總之其實沒甚麼所謂 就是四眼哥哥要過去聲援 OK,沒問題 我也絕對 我覺得OK 我們都有人改聲 那之後是 回到來 即是開始那些人在 旺角警署聚集 我們都在這裡 那開始也有律師剛剛來到了 那其實就是 開始好像你剛剛看到 就是有些人在外面開始 跟司機爭執 還是有扔垃圾桶 總之那時候很混亂 我也不清楚那邊發生甚麼事 那同一時間 外面有一群人就一直叫我 即是聞到出來 即是在這裡叫我出來 叫我出來 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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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不理他們 正是因為 當時其實我們裏面有一位被捕人士 他們有心臟病 那他的家人 他的媽媽就不哭 因為他拿著藥油拿進去 那我就跟Melody 我們的律師 就一直安排 究竟他們的logistics是怎樣 又要去醫院看醫生 開藥 有七六八 那情況是不是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青眼哥哥就過來 即是想你的時候 整個過程的時候 他們就叫我叫你 之後 就整班人開始 他們好像已經清楚了 就整班人 包括青眼哥哥哥就過來 就好像你現在這樣的動作 就是拿著相機拍著我 在問我 你剛剛為什麼不過去 為什麼不出來 大哥 大哥 人家被捕人士有心臟病 我在做正經事 我不是說你做的不正經 但是你各有各做 我也算了 大家不可以爭辯 所以遇到就算了 但是之後剛剛他再經過的時候 他又再撩我 嗯 又在說我為什麼不做事 不懂 所以你就說了一句按鈎 就是這個意思 OK 那今晚其實的情況 你預計會怎樣 就是現在看到現場 其實都大概有五六十名的人士 還在 現在的狀況就是 就是有幾位人士被捕 是否至少六位 之前 我不知道剛剛還有沒有 我不是很清楚 剛剛還有沒有 總之 你們律師那邊有沒有消息 知道現在有多少人 現在最新我不知道 OK 剛剛那裡最少 我記得是三個 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 因為還有一名 有兩名在醫院那邊 去了廣華 那我預計 他去得廣華 去驗傷的話 都會被警察 是襲警 有成為被捕 總之 現在就是有幾位在廣華 有幾位在裏面 律師就已經是見了他們 也安排了所有的 Logistics 現在你看到那些人 我們都是在這裏 在這裏升門 幸好的話 那些警察 就做到明天 下午兩三四點放人 如果警察真的要玩東西的話 也可以再扣留一天都未定 OK 謝謝